哈喽小朋友 由此青蛙老师讲故事的时间啦 那这些日子呢 青蛙老师都只是用声音来录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那就有小朋友说 为什么只是听到Ti-Cat Diop的声音 可是没有看到Ti-Cat Diop的 那好吧 今天Ti-Cat Diop就跑了出来 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好不好 那今天我要跟小朋友说这一本故事的书名叫做 不是我 那在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青蛙老师要和小朋友玩一个小小的互动 那么就是等一下 无论我问你什么 你只可以答 不是我 明白吗 你只可以说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试试开始吧 是谁把桌子上的面包吃了 小朋友说 好 再来 是谁把玩具乱乱丢 小朋友打 小朋友没有说不是我 好 最后一个 是谁把手机乱乱放 不可以说爸爸 小朋友说 好 你刚才都有说了不是我吗 好 那么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不是我 是由吴国强所写 由业惠与所画的一本书 那么呢 小朋友 我们的故事开始啦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金金 小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叫金金金 好 金金 每一次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不是我 金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不是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爷爷问道 是谁玩我的凡不已 金金说什么 不是我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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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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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叮咛叮咛叮咛 妈妈又问了 谁玩我的高跟鞋 不是我 诶 呼 啊啊 我们再看 到了姐姐又问了 谁玩我的法夹 是谁玩我的法夹 啊 金金又回答了 不是我 不是我 谁玩法夹 到底是谁玩法夹呢 这个是谁在玩法夹 谁吃了弟弟的蛋糕 哦 金金又说了 不是我 好 嗯 yum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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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谁是瓜家里 最乖的小孩 这一次金金举手了 可是小朋友 他也没有说 不是我呢 你没有说 金金把手举起来 我 啊 当有人问 谁是家里最乖的小孩 金金举手说什么 是我 好 小朋友 那青蛙老师要问你啦 谁是家里最乖的小孩 是不是你呢 如果青蛙老师问 谁是家里最乖的小孩 你会不会回答我说 不是我 哦 如果你回答我 不是我 那么就是 你是家里最坏蛋的小孩 是吗 那小朋友 你一定不会是家里最坏蛋的小孩 对不对 你应该是家里最乖的小孩 才是 是不是呀 好 那么小朋友 那到底 为什么每次金金都要说 不是我呢 你看 当有人问他很多问题的时候 哦哦 到底是谁玩了钥匙 到底是谁吃了蛋糕 那到底又是谁穿了高跟鞋 带了姐姐的发夹 金金为什么每次要说 不是我呢 那个不是我 到底是谁来的 嗯 我要把这个问题 让你去想想哦 为什么金金 他要说 不是我 那等一下 故事结束的时候呢 你告诉爸爸妈妈 这个不是我 到底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金金这么喜欢说 不是我 好 那么我们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吧 今天的这一本就是 不是我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 现在跟你讲故事的 是青蛙老师哦 好 我们下次就让青蛙老师 再想想要为你在讲什么故事吧 拜拜